大家好 今天我在現在人已經跑到日本了 那我在我的陽台做一個簡單的直播 那我把稍微把我陽台的景觀轉一圈 這間超漂亮的有個露台 可是我覺得好像一直這樣看別人家 是不是有點不道德啊 所以我就這樣轉過去就好了 不適合一直在那邊觀察別人家 隔壁好像沒人住 我住的是一間就是像對面那樣子 像這間 像這間白色 白色這間是新蓋的 下次應該要住那邊 看起來好漂亮 我是住現在像這樣子的 走到在外面的那種一個人的公寓 我這棟是35年的比較老一點 老歸老就是還是有日本該有的 整齊跟乾淨 非常的安靜 我的聲音可以嗎 我直接用那個錄音的 然後早上就把我的衣服都洗起來了 我昨天穿全黑的 我昨天就把我的衣服都洗起來了 這樣子 這是我看出去的接近 好謝謝謝謝 因為我是直接 我昨天覺得我已經 沒洗乾 沒洗乾 什麼叫沒洗乾 這個是冷氣機 我現在轉過來 我沒時間啦 我說我沒洗乾 可是我 我 摳摳是嗎 我 我剛起 我今天剛起來 那 剛起來我八點 其實我 六七 六點都有起來了 但是 還是硬把自己睡到七點 就是日本的七點 那昨天晚上 竟然就是 非常非常累 就是連 一顆什麼鎮定劑啊 什麼 就完全都沒有吃 我就想說 我要試著 不吃 然後就 這樣去睡覺 就我昨天晚上睡得也算相當好 而且我睡得超過 我之前的 的那個 之前睡覺的時間 那現在轉過來 我現在再轉過來 我現在再轉過來 轉過來看 我住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不是一人的 一人的 它標示的是20平方米 好 那 那床 棉被 跟枕頭 心 都會給我 但是我 必須自己去準備 那個床 床套 跟 棉被套 那很 很幸運的 就是 我在 日本有 所以很樂於住人的小禁 他也住在橫柄 所以他就把他家的東西拿來給我 來借我了 拿來借我 所以就是 我現在再轉過去 因為 對 我借這邊 好 就是這樣子的床 差不多 應該是雙人床 雖然它上面寫單人 但是我猜是 單人加大 這樣子 好 那就是 我的按摩棒 好 床這樣有 為什麼要放這個 就是 因為我把我的 按摩油塞在這邊 免得 那個 倒下去 然後油流了滿地 所以 睡前要按摩一下 好 那地板呢 是那種塑膠 我租了這間 他給我看到的地板是白色的 可是我住進來之後 它是這個 它是 塑膠地板 那走起來就好像還可以啦 就蠻舒服的 是乾淨的 就是日本的房屋啊 他們一給你的 給你的時候 它本身全部都是清潔過的 那這間房子 我覺得 我缺了一個架子 就是書架 或者是什麼架子 不是說所有東西 都只能堆在桌上 那不過 我自己說 我要重新過一個像學生一樣 清平的日子 所以 所以 可是又很難啦 又很難 因為我實在太多 嗯 也有很多工作上需要的 我像我 我必須要有一個 那個 那個 印表機啊 就是 我必須要有個印表機 把東西列出來看看 所以可能還會再去買一台印表機 我到時候就是 看看如果鑽不回去 就是海運帶回去 這樣子 這是我的桌子 那抽屜是開放式的 好 不是 我先介紹一下環境 我本來想說不要這麼快 不要這麼快的就透露說 我到底住在什麼地方 喔 對你們 我門口 有沒有看到我掛的 陌入台灣 還有鬚鬚 我用這個門繩先 先幫我盪上 就是用 從陌入台灣先來盪 就是 然後就關門口了 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然後再來 我好喜歡這個冰箱喔 超喜歡啊 我跟你們講 日本的冰箱好窄 好窄 好好看 這非常適合一個人 剛剛好 那你看 這是我昨天買的東西 我連這個滴手好碎的 這個我連喝都沒喝 然後我買了豆 豆泥啊 豆泥 然後還有就是 我朋友小靖跟我說 他們那個商店界 這家的豆腐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我進去發現 哇 豆腐的可能性真的太多了 豆腐 然後這是昨天買的 那個玉子燒 也是在豆腐店買的 這是 他說豆腐的可能性太高了 還有這個也是在豆腐店買的 豆腐做的 然後 然後 豆腐的可能性太高了 在那間店 然後 痾痾痾 就這樣 我先 昨天先把那個 下面 下面是冷凍 我現在完全沒有東西冷凍 這是不是很熟悉呢 這一台 這一台它的高度就是來 為什麼台灣不進口這樣子的東西啊 到我的肩膀這邊 然後這個高度上面剛好就是 又放了一個微波爐 微波爐這樣子 然後我並不是一個很會用微波爐的人 這是可以把我外面滿懷的東西加熱 這樣子 上面是我買的香蕉啊 想要早上起來吃一個下 但是 昨天晚上有稍微去逛一下潮市 那太迷人了 我本來想說 哎呀他們東西太多了 我不會煮 我不會去煮菜 我就是吃這些收拾 但是我看到他們的蔬菜 我會覺得我好想煮喔 可是煮的話就是要果子 要什麼這些 我沒有 所以就算了 它沒有附贈任何的果子 它有吸塵器 然後我還不知道如何在這個公寓做垃圾分類 所以我先暫時這樣放著 然後非常有趣的是 這是一個衣櫥 那非常有趣的時候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 我的手上 我在整理整理東西 我在家裡都沒發現喔 我在家裡 我在這邊整理我的東西的時候 突然有一張紙條掉下來了 掉下來了 我就把它貼起來 抵立我自己 那是應該是我兒子小學 一年級的時候 他說 今天要做什麼 哈哈哈哈 我就發現我每天在這裡 第一句話 一定要問我自己 今天要做什麼 要做出有效率的事情 因為我是來工作 我不是來玩的 我跟他說 今天還用注音 還有注音 今天要學 東西南北 然後做樂高 所以這種程度 應該是他一年級的時候 東西南北是什麼名字 就是我們用紙折 折 這樣 這樣 這樣子 我現在講這時候沒辦法 就是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那個 用紙折成一個像錐形的 那個東西 然後 我就把它 我就是莫名其妙 怎麼會掉出這張紙 他說今天要做什麼 太可愛了 我就把它 貼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衣櫥 衣櫥 因為我帶的東西 其實只有一個行李 我只帶了一個行李 別吃 然後 那我自己還有帶一個這個勾勾 就是我本來想說要 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勾的 所以袋子還有 皮帶啊什麼的 可是好像只帶一條皮帶 還沒有 這樣子 然後這些 我是把它當成烏衣櫃再放 烏衣櫃就是穿一次 然後還可以再穿的衣服 那日本的空氣是比較乾淨一點 所以可能衣服可以穿很多 那我的衣服就是在下面 雖然說我不想要帶很 它這裡就是 然後再來上面 就上面的櫃子 這是我昨天買的零食 都要減肥 我還買的零食 然後我都買那種熱量很低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熱量很低 就是全部都米果 然後來日本就是要吃米果 這個是他附的那個垂風機 那上面的東西就是我用不到的 它有附一個網路線 但是那個網路線 大概一天只能夠用30分鐘就沒有了 30分鐘 那個月份就用完了 它只能夠讓你發信 發Email可以發個幾百條 幾千條 但是如果你要看劇 他附的那個 聽說30分鐘就沒有了 一個月 然後下面 那我是覺得這邊好像欠缺了一個層板 這樣我如果可以把衣服放高一點 我會比較方便 這個房子 就是對於一個來鑽石旅行一個月來玩的人是可以 但是來工作的話 我好像欠缺一個櫃子 櫃子或者是欠一個桌子 就是吃飯 我吃飯只能夠跟工作什麼什麼都混在一起 就是欠一個桌子 我很想要去買一個圓的大地毯 然後中間放一個小桌 就可以坐在地板上吃飯 然後我可以把吃飯的東西跟魚類的東西放在那邊 又回到我在台南的老老老陸宿了 這邊應該要放一個地毯 你們想想看圓形的地毯 然後中間放一個桌子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靜坐喝茶吃飯 就不會都在那邊這樣子 因為這塊蠻大的 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買 我買了可不可以用海運 桌子要怎麼打包 我也不會 所以就 就是 先這樣 我就先馬上想到說 啊我是要來過清平的生活 哇咪咪咪 自己哇咪咪咪 然後又很想要過得很好 好 然後他又附一個吸塵器 如果有住過日本 然後知道說 海運啊 什麼可以運桌子的 在教我 我真的很想要買個櫃子 就是放我東西 然後 然後在門口 我看到這個門啊 我看到 先講門口好了 我看到這個信箱 我就 啊好感動 我終於是進入了日劇的 日劇的場景了 有這種信箱 欸這個是什麼 我昨天都還沒打開 就是有這種信箱 啊然後 門口就是有一個鞋櫃 有個玄關 就是 台灣人最 台灣的家庭最缺乏的 就是一個玄關 一個玄關就是很重要 他可以把那些亂七八糟的鞋子都放著 然後像 我是 就是那個莫羅台灣又放到這邊 然後飄帶 一個保護前面 一個保護後面 然後就是把我保護住 然後帶一個酒精嘛 然後鑰匙就是 我這次一定要聽我爸爸的話 鑰匙一定要放口袋 不要放在任何什麼包包啊什麼什麼 我爸爸說 為什麼男人都不會很容易很快掏出鑰匙 就是因為他們的鑰匙都放在口袋裡 這樣子 這個是鞋子 鞋子 我幾乎全部帶來的都是Tiger鞋子 只有我只有這個鞋子 只有這個牌子 然後拖鞋有一雙放在陽台 好 然後 這邊是一個廚房很小很小 沒有操作台 那這邊是其實它是一個IH爐 可是完全沒有操作台 所以我在想 我昨天也有在百元商店看到一塊木板 我想把一塊木板放 想要把一塊木板放在這裡 這些都是百元商店買的 百元商店 我這個也是我愛死了 百元商店買的 然後刷牙就在這邊 因為裡面真的很局促 這個衛浴 它門是往外開的 因為日本人類裡面的空間就是非常小 它有副毛巾讓我用 但是目前就是 對對對 我也是用它的毛巾 然後附了一卷衛生紙 就是兩卷用一個月 那因為我去買也是一大串 所以就盡量只要兩卷用一個月 然後呢 愛而附這個洗頭髮的 但是我不 嗯 我覺得我好像都用不到 因為我覺得我泡澡就夠了 那蓮子是我去百元商店買的 因為我不想要彎面濕濕的 本來是空的這樣子 連買一個便宜的白元 然後就昨天就泡澡這樣子 很舒適 但很小 那這邊就欠缺了一個 一個 放東西 也是像我的 夾子啊 洗臉的 什麼都沒辦法放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還是Wabi Sabi 就是 就是限制它本身會出現一種美 限制 限制本身是一個 把他關一下浴室 這樣子 OK 就想說反正 人家貧窮人過得比我還不好呢 可是我還要多好 可是我是來工作的 而且我已經是老女人了 我要過好一點 我只有在床床 因為實在是沒有 沒有家 沒有櫃子 嗯 跟大家分享一個 一個事情 我應該面對窗衣會比較好 我這次 我只有帶一本書來 齁 因為 因為太重了 我把我面對 我面對 我面對 我這樣放地上 我到底要放哪裡 因為完全沒有櫃子啊 啊我坐地上好了 坐地上 坐地上 其實我昨天把他床的位置全部改 我把他的 我把他床的位置全部改了 因為他的床 他的床的 的位置會讓我覺得空間不足 所以我把他調成這樣 他就是本來是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好像很喜歡把床放在一個大落地窗前面 那我會覺得這樣子睡覺蠻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又把他移到 移到這個角度 這樣子 橫的 然後所以那邊就會空出一個空間 嗯 我只有帶一本就是 中年之路了齁 就是大家都說很好看 那我一直都沒有開始看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 我知道什麼 因為我的心 會一直在關注科 科P KP跟PG 所以說一直沒有辦法靜下心來看 等一下喔 我昨天在這邊看到一段 啊 哇 夠重心的啦 你要看 我看是夠重心的 書 書不要被我看到喔 書真的不要被我看到 看到完全變成我的 書真的是不要被我看到 所以我看書看少一點比較好 嗯 我在內在轉變這個部分啊 內在轉變 因為我沒有從我前面看一些 然後我就直接看內在轉變的部分 然後他就說 嗯 嗯 其實這個真的是 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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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念 我是要講的是說 嗯 嗯 容格他有這本書裡面啊 我就先念一下 就是說 嗯 嗯 好 他其實應該講說 應該講說 我用簡單用我的話講 好 先不要被先不要念書 就是說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會去 反抗什麼 會去 會去 努力什麼 是 因為我們內在 有那個足夠的能量 因為我們還年輕 所以我們有那個足夠的能量去對抗 去 啊 我看一下嘛 但是我們好了先 我真的真沒準備 我沒準備 我只要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要把前提 講了這麼多 就是說 在年輕的時候 你花很多力氣去追找 追尋自我 找到自我的認同 那 可是你 你不能確定那是不是你自己 好 那所以 但人走到中年之後 那一份去對抗的力氣 就逐漸消失了 逐漸消失了 你那個時候呢 嗯 他說 一個沒有充分完成的自我認同 當你的自我認同沒有充分完成的時候 會困擾和糾纏我們後半身的發展 他這一段這樣寫 然後 為了第二年期做準備時 人所需要的不僅是在地理空間上 與父母分離 還得找到一個方式 讓自己的能量能保持多產 這不僅意味著擁有一份工作 更意味著 人能夠感受到任務的挑戰性 並在完成他 並在完成他時 覺得滿足 然後我畫完就說 這不是我嗎 這不是我嗎 然後再來就是 嗯 我要講的是後面 後面他就說 恐懼是挑戰 也是任務 我昨天有講到 每個人恐懼的地方不一樣 然後恐懼他剛好這邊有講到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不太知道什麼叫恐懼 我只有覺得害怕 比如說我很怕狗 我很怕 嗯 怕鬼這樣 我只有害怕 我不知道恐懼是什麼 老實說 我不清楚 然後 所以 他寫說恐懼 恐懼 真的 我也不恐懼 疾病 我也不恐懼 沒錢 就是這種恐懼 我不知道恐懼是什麼 然後他說恐懼是挑戰 也是任務 因為只有勇氣能夠克服恐懼 勇氣是什麼 好 勇氣是什麼 我有在問 如果未能接下任務 任務喔 就是我們自我認同的這個任務 如果未能接下任務 某種程度上是冒犯了生命的意義 哇 這個 哇這個我就趕快化現了 好 而且我還重寫一遍在上面 如果未能接下恐懼的任務 如果未能接下恐懼的任務 某種程度就冒犯了生命的意義 好 整個未來就會淪為一灘絕望的死水 一團了無生氣的暗淡火光 好 然後呢 好 我看到這段 這段就是有放到我的心裡面 因為我還自己把它寫上去 雖然我覺得我是一個沒有恐懼什麼的人 但老實說當然也有 就是說恐懼夠 或是路邊有一個看起來很兇的人 然後拿著刀向我走來 那我當然會恐懼啊 這樣子 但是我昨天在坐飛機的時候 我就 我一坐上飛機我就突然想到 啊 對對對 我會恐懼坐飛機 我會恐懼飛機 這麼重的東西 怎麼能夠飛到天空 而不會掉下來 雖然有什麼 氣流啊 力學啊這些的 都可以說服你 就是物理現象 可是我還是不能理解 一個那麼重的東西在空中飛 它如果掉下來會很嚴重 然後所以只要飛機一飛上去 我的心就是一直在一種很焦 就是一種焦慮的狀態 然後而且只要飛機一抖動 就是好像我一直把它想像成 汽車走在那個馬路不平的地方 就一定會這樣動 可是汽車的動 為什麼我們不會害怕 而飛機的動我會害怕呢 因為氣流的那個流也是非常的穩固 它是 它也不是 就是就是我一直想說 就把它想像成一個很爛的公車 然後走在石頭路上這樣子 但是它還是不能夠去除我那一種恐懼 然後我就在想 那我就想到我昨天看了這一段 如果未能接下任務 恐懼是挑戰也是任務 如果未能接下任務 某種程度上就冒犯了生命的意義 我就想說當然啊 我怕這些震動啊 我就是怕萬一掉下來 就不要掉下來 一個很嚴重的上下震盪啊 就嚇死我 有時候我都想說我是怕 我是 我真的是後來不會那麼想出國 都是因為我想到要搭飛機 我就不要了 好 那這次 但這次的飛機非常的穩 但是在中間還是有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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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剛剛好在 我說 請妳給我一杯咖啡 的時候 嗯嗯嗯嗯 然後說那小姐就趕快 把告飛 她就很穩定的 把咖啡倒給我 倒給我的時候 然後咖啡是咻咻咻咻咻 快要快要溢出去 我就想趕快把它喝掉 趕快把它喝掉 趕快把它喝掉 然後你趕快喝掉 可是因為剛到的咖啡就是很燙 很燙 就啊喝不掉 就啊太燙太燙太燙 然後我就慶幸啊 剛好我全身都穿黑的 結果真的倒到我身上也沒關係 就是總是還有一個後退一步的路 然後我就啊 就盡快就很燙很燙 趕快把它喝完 一口氣把它喝完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這本書所寫的 啊原來我是恐懼 我恐懼打飛機啊 然後而且這個恐懼的背後是什麼 就怕我掉下來就死掉了啊 好 而且掉下來就死 那一刻我不知道會不會很可怕 但是在快死之前那一段一定相當的恐懼 然後我就想說啊 我應該要接下這個任務 我應該要接下這個任務 就是我一定要接下恐懼這個任務 我要去感受恐懼這個東西 所以我昨天在搭飛機的時候 那個飛機的晃動 我就是在想就是在感受我生命的任務 我覺得行為你真的太誇張 我真的太誇張 可是我的內心真的是這樣想 我在感受我生命的任務 就是嗯 然後我就發現我就完全的不害怕了 而且我在感受他 而且我在感受他 我真的是完全的不害怕了耶 也許他會 我不要這樣講的那麼 他萬一回來了 飛機很颠簸就完了 好 總之 在面對恐懼的時候 我知道這是我生命的任務 那我就去感受他 因為我在我在我的生命中 曾經做過很多 別人感到會很恐懼的事情 但我去做了 可是做根本就沒什麼 其實當你去做就是沒什麼 真的要細談還有很多 但是我就簡單的說 我在飛機在那個稍微亂流 當機長說各位乘客 我不知道我忘記意思了 然後講英文就是各位乘客 前面會有一段不穩定的氣流 請安全帶要系好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恐懼小孩全部都回去位置做好 那種狀況真的是會覺得很害怕 但是我昨天就完全的沒有害怕 因為我在感受我生命的任務 跟我要完成我生命的意義 我不能冒犯 就是說如果我沒有就是 在某種程度上就冒犯了生命的意義 對啊 就是我冒犯了我的生命 我不應該恐懼的 假設說這個很大的震盪 是一個很不幸的事件 那就是生命的就是這樣的被指定了 被指定了 所以我不得冒犯生命帶給我的意義 生命帶給我的 我不得冒犯生命的意義 這幾個字可能是我的關鍵詞 每次都會講到他 所以當我去感受我最大的恐懼的時候 我發現我反而在生命的意義上 我不恐懼了 而且還有一點說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也沒有什麼好怕的嘛 這樣子 是那種感覺 OK 好 那 我待會會去外面找個早餐咖啡廳 然後開始寫稿 直播是讓我清醒 但是我也很擔心直播會干擾了我專心寫作 所以我就不承諾大家會天天直播 因為也沒有什麼事情 我是在努力的工作 我在努力的工作 不然書都出不來了 快一點我同學都寫完了 就只有我寫不出來 我一個人寫不出來是我家的事 但是要跟人家一起出版 我就不能不寫出來 我好想說上次六月份去玩日本 跟大陸和日 跟他們一起去玩的時候 一筆勾銷啊 我不想寫 可是不行人家都寫完了 所以我沒有趕快寫完 我被打死啊我 對沒有 沒有完成工作的話是焦慮 不是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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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我很開心 我昨天終於把這個恐懼的事情 再度的面對了一遍 而且用我讀到的書來利用 好了我要趕快去 我要趕快去工作了 然後慢慢的就是習慣 習慣我在這裡工作的節奏 我也應該怎麼講 我昨天真的睡得太好了 我的那個睡眠紀錄器上面紀錄說 喔你突破了什麼七個小時 又多少的睡眠時間 好那就是明天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偶爾會發現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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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